由新北市政府体育处举办的第12届万金石国际马拉松比赛 距离3月2号开始倒数一个星期 而今天下午也在万里的翡翠湾举行了记者会 市府秘书长表示今年的万金石非常的不一样 也是很重要的一次 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个申请国际认证的马拉松比赛 除了东元万里金山石门的乡亲之外 更组成了将近4000人的啦啦队 在现场为选手加油 他是我们台湾唯一要IAF 就是国际田径协会认证 那认证完成之后就是说 他有我们奥运的资格赛 所以我们国内的选手你不需要到国外比赛 在这边你就有资格赛 而且可以吸引国外的选手过来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志工来服务大家 然后我们有很有特色大概3000个啦啦队 那么会在很多的景点来跟大家鼓励 这次为了申请国际认证 赛事媲美奥运等级 因此也首度招募了将近有300位的志工协助 让许多来不及报名的民众 也能够化身为志工来参与 因此今天市政府也找来了知名的美魔女张廷轩 成为志工代表 并且在现场与志工们一同宣誓 让新北市要上国际 申请同质认证成功宣誓 谢谢 我最近一直在练炒 一直在期待这个最美丽的我们的沿岸的风景 我知道特别看到了一个奇工脸 很可惜我没有报名到 因为都已经额满了 然后我就申诉了 那我来当志工可以吗 除了有身材较好的美魔女 代表志工团队宣誓之外 她更表示来到了万金时参与马拉松 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边跑边欣赏美丽的风景 而在跑完之后 还可以留下来享受当地的美食 而这也让曾经参与过第十届 与第九届拿下家机的选手 对于北海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赛道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跟城市马拉松不一样 有风景就是真的很美 其实跑起来那种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会比较舒服 万金时国际马拉松特别不一样的就是 他今年有申请国际认证同牌赛事 那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大的 对我们选手来讲是一大的福音 因为毕竟国际认证 我们就离世界越来越近了 当然是要朝冠军迈向 对啊 我目标当然也是冠军 然后创造自己个人最佳成绩 今天参与记者会的两位选手 何志鸿与王秋俊 分别在第九届与第十届 拿下了前五名的家机 他们说跑马拉松比赛前的暖身动作 非常的重要 而他们不只是会在今年再度参与这个重要赛事 更誓言要拿下第一名 因为今年更加入了有别于以往的啦啦队助阵 更营造出了全民运动的气氛 万金时马拉松战 接下来是端艺万里采访报道